那你深更半夜的 孤男寡女约我过来 想干什么呀 下班呗 开门 仔细点啊 你看这 你要干什么 这么鬼鬼祟祟的 这金线的消息 在丢失前 你们丝绸庄 还有没有别的人知道吗 就我 贤儿 年斌 我们三个人 完全掌握金线抵达的时间 地点和仓位 其他人 只知道一些片段信息 你想说什么 你们知道全部消息的 可以排除 那你说的其他人是谁 四大主管 除了财务主管冬子不知情 其他分别知道一些 其中水生和齐正 知道时间地点 李俊儿 掌管着金线河的钥匙 你们这个干嘛 这个嘛 有自有道理 那咱们去他们 工作的地方看看呗 说不定能发现什么 就先去李俊儿那儿吧 最好别让我失望 更近点 最好别让我失望 什么眼神 感觉像提防我一样 护院应该都很警惕 怎么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 秦儿 赞儿 随我去户房 是 你这库房 就这么点库存啊 你有所不知 咱们当家的旺财 可谓是尽销两旺 所以产品和原料 是不会大量堆积的 这割物架上这么多灰 这还叫尽销两旺 这是为金线 和金线衣准备的 嗯 俊儿 我说你这火箭真好 这风吹不到 日头晒不到 收入还包 看这小手 信呢 龙帮主打去了 我虽是主管 我可不比之房的 织工情缩 我们丝绸庄 向来不养闲人 哎呀 果然是李娟儿的脚印 看来我的判断没错 哎呀 有病啊 人像人吓死人不知道啊 说好的此事 你晚了半个时辰 又睡过头了吧 谁睡了 我眼睛都没闭过好吗 先把口水擦干净 成大事者不够小钱 那你深更半夜的 孤男寡女约我过来 想干什么呀 下班呗 开门 下班呗 怎么让我来 脚印 restaurant 乖 爷 pm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